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度也明显回升了 那么在五天就要跨年了 稳定的天气会持续下去吗 透过微星图带大家来关心 从明天一直到礼拜六这段时间 受到东北风带来水气的影响 除了在东半部云量会增多之外 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 还会游局部短暂雨 而且到了礼拜五 全台的水气都会再增多 到时候整个大台北地区 还有东半部以及中南部的山区 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那么在这个礼拜 中南部的平地地区 天气变化并不大 一样是维持稳定的天气 不过中南部的民众就要留意了 未来三天在中南部的空气品质 还是很差 提醒民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话 也务必戴个口罩来隔绝涨空气了 那么关系完天气之后 再来关心温度方面 今天白天虽然温度回升了 但是早晚温度还是很冷间清晨 平地最低温就在新竹只有14度 至于明天的各地温度又是如何 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关心 明天因为冷高压 虽然会冬移出海 但是台湾附近的等压线 你可以看到还是很密集的 代表东北风强 除了各地沿海风浪大 预估最大的浪高会有4公尺之外 北台湾整天气温也都是偏凉偏冷的 明天一整天的温度 大约落在15到23度之间 那么在中南部地区 虽然白天高温可以来到25度 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大 日月后平地低温又会降到15度 温差最多会有10度 所以要提醒找出晚归的民众 记得要多加减衣物 不要着凉了 接着带你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所以来到台东来雨 高温22度低温18度 要注意短暂震雨 台东南回地区 高温22度低温会降到16度 也要注意有降雨的机会 台东是一带高温22度低温15度 也有短暂震雨 台东纵谷地区高温21度 低温会降到12度 也有降雨的机会 台东沿海地区高温22度 低温17度 要注意会有降雨的机会 华联南区高温19度 低温会降到14度 灼溪一整天都是偏冷的 万荣风铃光复风冰 也有降雨的机会 高温19度低温13度 华联市一带高温20度 低温会降到15度 也有降雨的机会 华联邱凌星辰 明天降雨几率30% 高温20度低温14度 宜兰大同南澳明天 都有降雨的机会 高温17度 低温会降到12度 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 也有降雨的机会 高温22度低温17度 屏东的泰晤来意春日 明天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高温23度低温会降到15度 屏东霧台三地门马甲 也是多云到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高温24度低温15度 桃园纳马夏茂陵 高温23度低温会降到只有10度 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加亚里山明天云浪都是偏多的 低温会降到9度 要注意保暖 南投仁爱玉池水里 吸高温23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9度 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和平明天天气也是很棒的 高温19度 低温要注意会降到9度 苗栗南庄是坦坦 高温21度 低温会降到11度 天气也是蛮棒的 新竹关西尖属风 也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高温22度 低温会降到9度 桃园复兴新北乌来 高温19度 低温会降到11度 也是多云稻情的好天气 缅北台湾气温偏冷 而且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还会下雨 提醒观众朋友出门 最好携带雨具备 用会比较保险了 那么中南部虽然天气好 但是空气品质差 另外日夜温差也很大 所以出门除了解戴口罩之外 早晚也别忘了添加 一无一面冷道了